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这个演播室里面 大家马上就要揭晓的问题 就是我们俩为什么要坐在一起 一起来看我们对面的三位 欢迎 TF Boys 欢迎王俊凯 王源和易烊千玺 对 听到这个观众朋友在电视机前的尖叫 那我们知道这三位应该是目前为止 在那个歌台上最受欢迎的这个青春偶像 对 不敢当 从13年出道开始到现在3年多的时间了 而且舞台经验相当丰富 也得了很多的奖 出了很多的作品 我们经常会有很多的自己的团聚活动 还引用三位的节目 我们也在串烧 而且今年的春晚他们是开场的节目 对啊 紧张吗 其实还好 因为之前春晚会排练特别多次 所以对自己的一个表演已经有了一个 肌肉上的一个反应 对 已经习惯了 那郑凯 王源和这个杨千玺 那今年的节目当中 你们各自有不同的分工吗 你们主要的这个分工是什么 没有 今年我们是三个人以团体亮相 然后搭配的是欢乐颂的五位姐姐 然后我们带来的开场节目是一首歌曲 然后是一首非常喜庆的歌曲 能唱两句吗 现在可以唱 过新年 贺新年 只能透露这么多 对对对对 那很好学 过新年 贺新年 其实过新年 贺新年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景 希望在这一年 全家人一起过新年 贺新年 但是我知道三妹呢 从去年就参加我们的春晚 而且也上过我们这个一年又一年 可以说至少两年 没有回家和家人一起过新年 贺新年了 那么上一次和家人一起过年 看春晚是在什么时候还有影响的 上一次就是在去年的去年 就是前年嘛 对 就是2013年 不是2014年 对2014年 两年都因为做节目 对对对 因为之前就是从小到大 都是看春晚长大的嘛 也没想过就是突然有一天 能够来到春晚这个舞台 像给大家过年 给大家拜年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荣幸 特别开心的事情 也是一件很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可能三妹都会有记忆 从小到大看着这个春晚 长大以后 能够让你回味过去当中 印象最深刻的 那一件事会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有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就因为以前所有人 爷爷奶奶都是看着春晚 然后我们一起 全家人坐在一起看春晚 然后就去年的时候 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 看着 哎 怎么上春晚了 这感觉好开心 然后周围的隔壁邻居 都会来家里面说 哇 你家孩子上春晚了 就很开心 那刚才呢 这个我跟潘涛叔叔 也一起在聊这个年夜饭 不知道在你们记忆当中 家里的年夜饭是什么样子的 你们最喜欢吃的是哪道菜 其实我家里的年夜饭 是一件很丰盛 就是一年中特别丰盛的 就是我家里会摆特别多桌 然后叫上其他就是隔壁邻居 也不叫隔壁邻居 其实我家是一个很庞浪的团体 对 会叫好多人 有可能三四桌的菜 然后大家一块来吃 特别热闹 那最喜欢的是 我最喜欢的菜就是很多了 但我奶奶做的菜 我都特别想吃 王源呢 我其实家里面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特色 因为就是去点餐了 或者怎样 因为我家里人 因为年夜饭的时候 我都想大家一年了 就休息一下 好好地享受这个时刻 我赵千玺她一直说 她奶奶有一道菜 她很记忆游戏 是什么 因为我们家是在山里面 然后奶奶是拿那个灶炒的菜 所以就是有山里面那种 就是老人家的味道 然后我奶奶做那个 湖南的土北鸭特别好吃 哦 辣的 辣的 其实今天上午联系的时候 也特别说到山里的山野的味道 大家能够想到的 辣肉的那种烹通的香 你挂挂好长时间 我有点饿了 你这一年的期待 有一点 我觉得除了饿了一般 可能还特别想念家里的味道 对 对于我们来说 包括三位 也包括叔叔和姐姐 其实我们都有新的一年 新的目标 那其实眼下最强烈的愿望 就是能够团圆 如果在2017年 除了团圆之外 对于你来说 三位各自为自己定一个目标的话 这个目标是什么 可以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2017年呢 首先是希望自己高考顺利 然后呢 目标我想 因为现在在尝试很多新的领域 所以希望2017年能够把 现在从前辈身上的经验 然后运用起来 然后把自己展示到 更多领域上更优秀的 自己可以展现出来给大家 你知道 两位 其实我2017年的话 就我想的是多学一点知识 就是踏踏实实地学知识 然后在有限的时间里 就是可能有时候有通告 有活动的时候 就好好的拼一拼 闯一闯 在那个时候 就是完全全身心地去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工作学习两不五 全力打拼 谢谢 我就是希望14年 有更多时间学习 然后目标就是把那个 高二的考试给考 真好 还是在高二的考试 对 我觉得他们真的内心当中 对自己未来都非常的笃定 而且非常清晰的目标 其实我觉得在很多的媒体报道 包括很多网友啊 粉丝 都会称呼你们这样的 这个演艺叫明星吧 小鲜肉 你们知道吧 今年春晚的这个舞台上 会有很多的小鲜肉 包括陆寒啊 葳婷啊 还有张一星啊 等等很多 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今年才有的 我们往年30多年的这个春晚舞台上 一直都有这样的小鲜肉存在 而且你看到他们当年和现在的发展 你就会想 这三位 他们现在是演艺界的跨界发展 也是说他们现在的这个方向 是非常的丰沛的 但是如果再给你们做一个选择的话 三位各自最喜爱的主攻的方向 会是什么 三位一定不同 我知道今天其实你们有很多的任务 比如说有出唱片的 有出宣传片的 还有去联合国做2017年的 青年论坛活动的 是吧 还有参与这个影视剧的演出的 其实呢 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当中 都会为自己的未来发展进行 一定会有一个你们最感兴趣的 主攻的方向 如果是此时 让三位来选你们认为 最感兴趣的主攻方向 是什么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主攻方向 就是我想做一个 全能一点的人 所以我在各种方面的领域 都会想去尝试一点 都会很重视 因为我不想就是 比如说你唱歌很好 但是你演戏演得很差 那万一就是要有演戏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把自己想演东西 演出来就会觉得演得很尴尬 这样 所以我觉得 我是这样就是要做的做的完美 就让你进入了这个领域 所以我也想在这个领域 把自己也都做到最好的自己 还是在这个领域做到最分配 王源呢 其实我因为现在才高一 所以说可能没有那么早的想说 要到底去做什么 但我现在想的就是说 好好的积蓄自己的知识和能量 就是说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 或者演戏还有学习 都尽自己全力做到最好吧 到时候等哪一天需要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再做考虑 对对对 每一项都不会让自己失望就好了 真是 因为我们三个现在都进到这个圈子里面了 然后就是虽然还是学生 但是就是学习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落下 所以希望学习还能再赶上来 其实这两年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在春晚的舞台上来展示他们的才艺 带给全国的观众朋友 歌声笑声 那么带给大家欢乐 那也是谢谢你们的表演 但是